还别说 小S一贯大胆毒蛇的主持风格 帮了我们吃瓜群众很多忙 一向对自己的感情生活 闭口不谈的谢霆锋 在面对小S的逼问时 总能不自觉地被他带着走 完全束手无策 小S帮大家问过一些谢霆锋的私生活 在谢霆锋离婚后 再次和王妃在一起时 小S问出了很多人 一直都想不通的问题 为什么能够在心动之后分开 然后又再次对他心动呢 谢霆锋马上脸红害羞 用去你的三个字应付过去了 能看出谢霆锋自己 在面对有关王妃的问题时 自己早就乱了阵脚 谢霆锋和王妃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离过婚 还都各自有过两个孩子 有网友是这么说 王妃和张博之 以及谢霆锋的关系 完全可以出成一本书了 谢霆锋能够兜兜转转和王妃在一起 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 也可能兜兜转转 又和张博之在一起了 谢霆锋和爸爸谢贤一样 都是很多情但也很敏感的人 感情经常都是一波三折 爸爸谢贤的感情经历 甚至比谢霆锋还丰富 谢霆锋自己也说过 自己处理的最差的就是情 自己的弱点就是情 所以自己才会在以为 自己不会不父母的后尘离婚 但最终还是离婚了 可能还真就是忘不了初恋 都说男生最忘不了的 就是初恋对象 那种青涩那种甜蜜 是最美好的 但这样对于现任 无疑就是一种伤害 曾经在节目上 谢霆锋还大赞王妃的单纯和可爱 离婚后还能侃侃而谈 说明王妃对于谢霆锋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和谢霆锋私交甚好的小S 其实也是见证了 谢霆锋和王妃的分分合合 从二十几岁到现在 他们一直都有密切的互动 每次小S刁钻的问题 总是让谢霆锋手足无措 他完全就是说话 不怕被人黑的主持标杆 这次他竟然问起了洗澡 这些更加私密的问题 让观众为谢霆锋捏了一把汗 感觉小S就是来蠢蠢找乐子的吧 但在最后小S还是不吝啬地 祝福谢霆锋和王妃 美好的爱情能够开花结果 在前段时间有媒体拍到了在机场 谢霆锋和王妃再次牵手的照片 引发了不少的轰动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谢霆锋还暴露了王妃的身影 谢霆锋深夜开直播 不慎暴露沙发上的女人 一脸惊慌的反应太逗了 网友放大一看 这不是王妃吗 原来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谢霆锋在操作不当曝光后 还很无奈地吐着舌头 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网友们也是跟着附和 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不得不说粉丝也是很调皮 谢霆锋和王妃赶在公开场合 大胆牵手 公不少网友表示 仿佛回到了当初的那个年代一般 虽然王妃比谢霆锋要大九岁 但是两人并没有被这些 条条框框给限制 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了吧 不管如何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这就是所谓人的灵魂伴侣伴侣 这就是所谓人的灵魂伴侣伴侣